第11題11到13題是題組 右圖是一個汽車在筆直公路上的速度對時間關係圖 請回答11到第13題 第11題問 請問該汽車6到12秒總共行駛了多少距離 我們曉得VT圖的面積代表位移 這邊是6秒 6到12秒就是這個長方形 長方形的面積是長乘以寬 那麼這邊6秒對過來這個是15 所以呢它中12到6 6到12所以這邊長度呢是6 那這個高度呢是15 所以它的面積就是6乘以15 等於90 所以我們就曉得 它的行駛的距離是90公尺 因此第11題問我們說 請問該汽車6到12秒總共行駛了多少距離 我們答案選的是C 90公尺 打開動作就有了 我們下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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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